读经时间是路加福音12章 42、43、44这几节 我们一起来共读好不好 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 主人派他还你家里的人 按时分量给他们的 主人来到 派见仆人这样行 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派他还你一切所有的 感谢神 主人问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 而今天我们的主题 就是谁是神忠心的管家 那我相信我们在这几个礼拜分享 牧师师长也提到类似的这些 那我们看到路加福音12章里面 谈到忠心有见识的管家 因为为什么 他按时分量给他们 其实在这个圣经的意义里面有两种 我们师长跟牧师谈 在美国美西的教会里面 灵粮他们叫什么 叫bread 就是面包 我们在这里叫便当 为了什么 为了便当而来的 其实他在这里按时分量是什么 是属于灵粮 就属灵的粮食 就是神的话语 或者是神的关爱 爱智 我们师长唱的那首歌 就是爱 所以当主人知道 这个仆人是忠心的仆人以外 他还会按时间 将属灵的粮食 分给他所交付的一些人 这个仆人就有福了 不但这样 因为他忠心 所以他愿意把一切 他所有的产业都让他来托管 我们之前也听到信息分享 有三个 主人出门的时候 交代给三个仆人 各五千两银子 他们如何的气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 忠心良善的仆人 在哪里 那我们现在来谈 谁是神忠心的管家 你们说谁是忠心的管家 一珠 谁是 就是你啦 我们来说 谁是忠心的管家 我们就说 就是我 好不好 就是我 因为为什么 我们等一下下面会介绍一下 很多人都很怕 不要我了 为什么 怕事情做不完 像牧师师长在做事情 我们先做不完 而且做完一件事情 他要下一件事情 那我们要想到一个问题 上帝赐福给我们 让我们有幸成为什么 地球村的一个分子成员 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我们要很感谢神 让我能够出生在这里 我们出生是什么 不是偶然的 所以我们要感谢神 让我们在这里 确实我们每天早上 我们睡觉之前 一定要跟神做的祷告 哪怕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好 或者是怎么样 我们都是要开口来赞美我们神 因为为什么 因为没有神 我们就没有今天 前两天我在赖祖琴跟我同学 我们要前天开始上课 网路上课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终于要去打疫谣 所以我想 我就跟我们同学发了一个信息 那个一个族群 我说对不起 有一天如果不告而别请原谅我 不是我愿意的 对不对 但是呢 我说万一有一天我不告而别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们虽然计划明天要做什么事情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下一秒钟 有没有明天 那我们真的要时刻的来警醒 虽然我们有什么有疫情灾害 虽然我们有地震 虽然我们有很多天灾 但是我们还是要每天感谢我们神 我们能够活在这里 所以刚刚讲过我们今天在这里 我们不是偶然 我们在这里要干什么 我们要做我们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像我们姨老师 像我们苏老师 对不对 你的责任是什么 就是好好做你的老师 牧师你就是好好地什么 站在这里 先扬什么 属灵的面包 然后牧师还要认真的什么 准备便当 真的 我发觉到其实我们牧师真伟大 所以这个我们善尽每一个人责任 重点就在于说我们要什么 扮演好各样的角色 神要我们就是这样而已 就是我师长再强调一点 就是做什么像什么 这是真的 以前我在职场的时候 尤其有自己的公司的时候 我一直告诉我自己 要做这要做最好的 我有时候会想 你跌到他以后 你对这一个 大环境的这个环保 真的是非常的大 我们哪怕是随便拿一个电池 就随便把它丢出去 有很多人不知道在丢到什么 丢到那个 泥土里面 我告诉你好几百年不会花 我们今天真的有一支结尾说 我们既然是地球村的每一个成员 你要善尽你好好的你的责任 其实真的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顾好身体 顾好身体 这也是 因为 我跟牧师两个人 为什么我要减肥呢 就是要顾好身体 因为为什么 如果我今天有问题 一个在新加坡 一个在美国 谁离你 所以真的我们要善尽自己的责任 好好把这嘛 我们自己照顾好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谈到 我们今天不是偶然出生 但是我们有我们的责任 除了你本分的工作以外 其实你的责任就是在这里 宣扬神国的灰 拯救世上的灵魂 就是这样而已 有人会说我不是牧师 有人会说我不是传道人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当你成为神的儿女以后 当你开口承认神以后 你就有责任 台湾的叫做什么 吃好到胜膜 我们除了要把本分做好以外 我们既然到神国里面 就是要把这个福音 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来这里有面包吃 耶稣说我就是面包 我就是break I am break 但是有一些人 他一定听不进去 我才不相信这个神 我也不相信他造万物 亚当夏娃也不是他造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哪里挖出来的骨头 我们就是什么 人缘才是我们的祖先 这个进化论 我们谈到神与人的立约 为什么我坚持说 我们是神的儿女 不是神所造的人 因为我们是相信我们的圣经 我们相信这本圣经 每一句话都是出于神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创世纪九章里面 我们一起来攻读好不好 来神赐福给罗亚和他的儿子 对他们说 你们要生养众多骗满的地 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满 出番州罗亚的父亲 儿子就散韩亚佛 韩是迦南的父亲 这是罗亚的三个儿子 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 圣经告诉我们 在《创世纪九章》里面 神赐福给罗亚和他的孩子 对他们说 你们要生养众多骗满的地 我相信罗亚听了神这句话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 他的后代的侄子孙孙 到现在全世界有多少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到一个事实 因为有罗亚 有亚当 有夏娃 才有罗亚的后代 才有后代的你跟我 这个事实的一个真相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告诉我们 就是说神安排每一个人的出生 除了有他不同的使命 刚刚也我们就介绍过了 更重要就是我们要去传 我们神国的福音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首要的本分 也是必要的 我们相信我们今天就是什么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想象 刚刚有一些相信进化论的人 你要相信神 你是神所造的人 你先要什么 开口承认认识他 接受他 成为他生命的救助 我们才有办法 所以刚刚再三强调 就是说我们要做好的分工作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我们看到很多电影 也要事实现在也是有 一个家族像英国皇室里面 他的成年里面 除了他们的这些 有血统贵族血统的人以外 他有一些什么庸人仆人在服事 为什么他们要那么多 因为他们要分工 你做打扫 你做洗衣 你做餐厨 你做什么什么 这样分的类 这个叫做什么 各司其职 尽其本分 所以我刚刚也讲过 一定要做什么 像什么 除了分工以外 很重要以外 每一个人有一个职责 就是要做好一件事情 这就是我们今天 身为人的时候 尤其我们信耶稣的人 既然你是神的孩子 你更不能有什么 有所散失 在你本分工作要做好 时时刻刻要提醒我们自己 那在这个创世纪八章里面 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 神纪念摩亚和摩亚方舟里 一切总受深处 神叫风吹地 水势渐落 渊源和天上的防护都必散 天上的大爷子住了 水从地上渐退 过了一百五十天 水就消失 七月十七日 方舟停在雅拉拉山上 我们很清楚知道 这个是谈到方舟的事情 那我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 跟各位强调 圣经记载 方舟停在雅拉拉山 雅拉拉山在哪里 就是现在土耳其的雅拉拉山 那这个地方 长年鸡血 我们可以看得到 原点那个地方 白白好像富士山那种感觉 是长年鸡血 听说一年只有几天时间 才会露出一个 那在很早以前 我就看了这个报道 因为为什么 我就是我可以告诉你们 在这里 我们知道我们 我们住家上面 有一个叫道神神血宴 我在高中时候 就是什么 暑期的夏令营 去那边待半两三晚 上面的牧者 上面的老师 在教什么 我都没兴趣 那时候我去高中 我蛮叛逆的 我不来我父母亲会生气 你知道吗 我是为他们高兴 我才来的 那时候我住南港 就是现在的世贸 我没有办法 但是我是高中生 因为其实说句坦白话 我在高中 在初中 我就非常叛逆 但是问题怎么样 不敢让父母亲伤心 他叫我来 我就乖乖的来 那我怎么办 我要打花我的时间 我说后面 书教就来个本书 我看到什么 就是这边 就是十大见证 其中谈到就是什么 这个方舟在哪里 而且有照片 我那时候突然觉悟 以前我认为圣经讲 罗亚方舟是什么 神话故事 是假的 但是这一篇说是真的 他都有时间地点在哪里 看到怎么被看到的 我看到也有 我那一天 我改变我自己 跟神的关系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变得非常的火热 那时候我就节制 几手 我以后要做传道人 结果有没有 没有 退伍以后 家里刚买这里 要贷款要吃完 父母亲退休了 谁跟他住 大家都不敢跟他住 只有我傻乎乎跟他住 那你怎么办 你就是要什么 赚群养家 既然这样 我哪有可能说 我高中毕业去什么 读刀神神学 我没有 所以这个上帝也怜悯我们 你没有办法可以 你的另一半可以 所以牧师就去了 我们以前没有安排 说牧师以外 去读神仙 做传道人都没有 都是一路走来 因为这样 所以变成 我有心想服事 但是爱于现实问题 我没办法 我没有那个信心 我应该不是说没办法 是没信心 所以其实今天 为什么我会把这个故事 都拿出来谈 就是一句话 既然圣经是好几 好几 好几 千年的事情 这本圣经 他所记载的 就是什么 连名字 一字都不少 不悟 你说你要不要相信 圣经其他所 所写的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 看了这一则 我们就很高兴 因为我们所信的是真的 但是卫性的人怎么办 我们就要想穿杨复印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其实这个是原文姓梁 它这个尺寸梁出来 就是跟圣经记载的尺寸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从这里很清楚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清楚到什么 我们台湾的新闻也在报了 其实这个是很久的新闻 2011年的社区 但是因为这一次我想就是 让各位看一下 建造时间点 跟圣经记长一样 那真的会是 史上最大发现 你的新闻怎么办 整个亚荒中水上关系的 就算是洪水或者是地震 在经络我们有 相当多的独家接踪 不过事实上刚刚我们 所看到这个独家观察 这个地点是在 普洪奇的亚拉拉山 它是位在海拔四千公寺 的冰城当中 亚拉拉山对普洪奇来讲 或者它对杨米亚来说 到底代表首要的意义 这是我们的追踪的 亚拉拉山坐落在 普洪奇东北边界附近 是普洪奇最高峰 根据设计记载 吴亚方舟在大洪水后 最后平泊的地点 就在亚拉拉山上 因此让这座山远近迟名 在历史上 亚拉拉山地区不断地被割让 占领地区不同的国家 在西元30年以前 此地区是属于在 亚美营养亚文国 直到西元7世纪 此地区变成了 东罗马帝国的领域们 之后又被苏联恐惧入境 直到1923年 苏联与土耳其 先进塔尔斯条约 亚拉拉山在此条约中 正式被划给土耳其 所以我们很清楚看得到 圣经上面所记载的事情 在我们还不认识它的时候 我们认为 哇这么遥远 真假都不知道 但是比现在科学 而且被发现 被印证 我知道好像是 香港的探险家 在早期第一次他们发掘到 他们就第一 应该是第一个队伍去发掘到 到现场去看得到这个 所以我们就很清楚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为什么还是 在我们信仰上面有时候 有时候台湾话 就是信干淋淋烂烂的地方 就像我们所说的 要做就做最好的 要信就要信彻底一点 这才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本分工作 这个是在最近发生的 我们知道这个 在我们属灵上面的老师 叫赵佣基 他出了一本书 叫做 属灵的第四度空间 这本书 之前我记得几年前 信息分享 有讲过 我们这里好像还有一本书在这里 我看了那本书 我就好感动 为什么 因为几乎他所有神机奇事 不管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或者是他看到的一些其他教会的 都是圣灵在做工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当时1950年 那最后在结束的时候 就是在下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那个中间这条线 就是38度线 就是在那边签的一个 所谓的和平协约 所以从此南北韩 就这样分开了 下面蓝色的 就是蓝韩 红色的就是北韩 那北韩再上去就是中国 老百姓死得更多 是从来没有的战争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个事实 在当时战后的时候那些老百姓 比如可能家人没有了 财产没有了 吃的东西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 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 我们这个赵牧师 就开始做什么 做宣教 但是我们只能够总结一句话叫做什么 时代造就英雄 英雄改变时代 所以短短的及时念里面 我们可以看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帐篷 刚开始的教会是这样 在韩战一结束的时候 他这个帐篷又是什么 美金他们不要要丢掉 他就把他拿来做教会 那有人问他说 有一个韩国牧师问他说 我教会现在两万人 你怎么八十万人 他就跟他讲 你祷告多久 两万人都说 我大概一个小时 这个招牧师跟他讲 我每天五个小时祷告 神要成就大事 从哪里开始 就是从你的祷告开始 那其实我们今天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节 来 原案三书一章 亲爱的兄弟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 正如你按真理而行 我就胜喜乐 我听见我的儿你们按真理而行 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大 亲爱的兄弟 把你像做克里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 所以原案三书里面 原案给人劝勉了一些话 其实这个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赵牧师所谈到的是吧 灵魂体的而已 我们在这个原案三书里面看得到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就如同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这个就谈到灵魂体 所以事实上 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紧密的时候 我们所得到的事实上神的祝福也会越大 所以我们很相信我们所信的神 当你跟神的关系 我相信你的灵魂体一定会有绝大的改变 哪怕世界上有某些一些阻挠 在我们中间 在你的事业当中 在你的婚姻当中 在什么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 只要回归到神里面 这些问题都是没问题 大卫薄神 这位也是在去年度回天家 那我为什么对他特别有印象 几乎每天早上 牧师在备餐的时候都是听他 Good TV YouTube里面很多他的节目 他是非常好的一个 什么 一个属灵的圣经教导的老师 他在就业解说非常的棒 心业也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的恩赐在什么 教导 我们今天很清楚嘛 为什么耶稣当时他十二个门徒 为什么他每天对五千 对几万人在穿扬福音的时候 他没有这么做 偶尔这样做 福音步道这样做 其他都是什么 他的十二个门徒 跟他吃住都在一起 原因就是从生活当中 学习耶稣的教导 那另外我们要谈到一个布永堂 这也是属灵上的一个 值得我们学习的对象 因为他所宣扬的福音充满的火焰 就是当他的布道会 一开始的时候就鼓起这一些 这个所谓的 这些木道友 一个火热的心来接近 那他讲了一句经典的话 就是说如果地域少了五千五百万人 天堂就多了五千五百万人 他说神的恩高可以断开一切的锁链 哪怕我们今天面对疫情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相信神的恩高胜过什么 这些疫情 你看为什么 那他 他总共在地上享受79岁 但是他也带领七千九百万人 你说可不可能 他每次办一场甚至最高有一两百万人 在奈及利亚 大陆叫尼日利亚 那个国家 一场就是 所以当他走的时候 连尼日利亚的那个总统 都推文 为这个事情感到很悲伤 好 我们接下来 我们要隆重来介绍一位 最甜美的牧师 我没有输 甜不甜 甜 口罩戴着 你应该变30岁 拿起来变40岁 其实 哇 他们这张 真的好美 你看我到现在 跟他结婚40几年 我还觉得他好美 事实上 他是哪里美 他的心很美 因为他今天就是什么 各师其职 各尽本分 牧师时常 他是真的是有智慧 有见识 而且把假扣 动作假扑 所以我真的很配合我的牧师 天天都是笑咪咪的 上去年五个月休息 他也是笑咪咪 现在今年度还三个月休息吧 也是笑咪咪的 几乎他每天笑咪咪 神把这么好的女子 赐给我 再讲好句 箴言31篇里面 财德的妇女 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其实在29节说 财德的女子很多 唯独你超过一切 就是我们的季牧师 我跟牧师结婚这么久 我发觉到 越老越爱他 你们相不相信 上帝知道 那有时候冲突不是说 不爱 不是什么样子 因为爱的要死要活时候 有时候 他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 就一定会冲突的 但是 我们还是有节制 所以感谢神就是什么 我们牧师是 Only You 英文歌叫Only You 对不对 以前我们唱的那个歌 其实就是真的 除了牧师以外 我感谢神将他赐给我 我们来谈一个叫螺丝钉的理论 我们可以看到 螺丝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就是每一颗螺丝 会有它的功能存在 但是你要用对的地方 你今天我们即将讲 你要锁木头 你把它拿来锁什么 水泥墙是不行的 机器是平头的 你把它拿来锁在木头也不行 就是每一颗螺丝有它的一个功能存在 因为我们知道神不会创造没有用的万物 万物皆有用 这是真的 你回去想想看 有时候我们回去要回家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跟牧师看一下什么 搜索频道里面的动物的这一些 你会看到每一种动物 上帝创造出来以后 都会有它的什么 它的功能 它创造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那个专家就介绍 它这个是什么什么 怎么样怎么样的 真的 你回去好好看 万物皆有用 这是神所创造的 神绝对不会创造到没有用的东西 因为在圣经里面创世纪 第一章四十 十二十八二十一 二十五三十一 你圣经可以翻翻看的时候 神看自己所造的是好的 所以为什么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到 神不会创造那些没用的东西出来 有时候我们去某一个人 你这个没用了 我告诉你 他真的是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他放弃自己了 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我们今天不管 我们是在什么情况 我们时刻要提醒自己 哪怕是我现在之前是没用的 那我应该要从现在之后 作为有用的人 找出我没用的原因在哪里 这才是正确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有一口气息存在 就像以前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跟我讲一句土方言叫做 人若无死都有机会 对不对 就像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你还没有拜拜的时候 你都有机会 开口说 耶稣我承认你 我要相信你 因为你就是我的救主 你能够改变我 也能够改变我的家庭 能够改变我的未来 但是很多人就是这样 一直沉沦下去 神看自己所创的是美好的 神看你创造给你的时候 创造你出来的时候 你是好的 他才会创造 也许有的人说 我出事就去买买买 走路拜拜 神啊 这是什么意思 你创造给我这个是什么 有很多人 但是他没有去想到 有的人是什么 出生跟尼克一样 两条腿没有 两只手没有 但是都是一样 他没有想到 还有人比你这样 所以你就是要开口感谢我神 所以要记得 上帝看自己所造的是美好 我也是很好的 上帝造我出来 所以我们要记得一句话 天生我才必有所用 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情况里面 永远记得 上帝创造我不是偶然的 上帝创造我是一定有 他的一个什么 目的存在 因为你都不知道 搞不好你所培养 像文华带孙子 搞不好他的孙子 以后是什么 中华民国的总统 也不一定 为什么 你不要笑 刚刚讲那个布永康牧师 他的教会 在德国人 他的教会本来就是很小 很少的人 他只是其中之一 布永康的牧师 也不知道 竟然他这个教会 小小教会里面 竟然出了一个什么 大牧者 7900万人 怎么传的 不是一对一啦 我告诉你 一对一的话 7900万人是不可能的 79个人都很辛苦的 就是什么 神自然会 把 你被他所重用的 神会教导你如何的去什么 去发挥你的专长 让更多的人来知道神的福音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要认识自己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不要浪费我们青春 做什么就像什么 要做就做最好的 然后最后最重要就是 我们要来一起来 尽心尽心尽力爱主神 跑完我们人生的道路 我们一起来读提摩泰前书 四章来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总是要在言语行为 爱心信心 清洁上都做性质的榜样 把这提摩泰前书 其实小看你年轻 其实我们今天 在把它深入去分析 就是什么 不是年纪的年轻 而是属灵上的年轻 有很多我们看得到 有很多弟兄姐妹也很好 也许换了一个错误 你来教会多久了 你信仰义恶书多久了 就在开始评断 然后当两个人在讨论 有关福音的时候 他心在想 那你这个小孩才没多久 你信雅首信没多久 你并然用教师的眼光来教导我 他就很不屑 会有这样 但是提摩泰前书里面 很清楚告诉我们 不要小看 你年轻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言语行为 爱心信心上面 我们都要什么 做每一个人的榜样 我们记得 我们一起来 提摩泰后书四章 一个是前书一个后书 这个很好记回去给翻圣经 来 那美好的战我已经打过了 刚跑的路我已经跑进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防爱命他显现的人 我想提摩泰前书后书很清楚告诉我们 前书告诉我们就是不要小看属灵的晚辈 后书就是当我们美好的仗打过以后 当我们要跑的路也跑到以后 我们所信的道 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 是不是还牢牢在你心里面 这才是重点 也许有一天到最后一天的时候 我问我自己 当我要回去的时候 我问我自己 神啊 我感谢有 这个好 我们谈到这是刚刚的经节 就是说 所以我们总结就是 忠心的仆人是谁 就是要有见识 忠心的仆人 就是你跟我 我们要什么 成为一个神 忠心的仆人 也许我们口舌上面 会为了要逞一时之快 我们会怎么样 会得罪了神 也得罪了旁边的弟兄姐妹 也得罪了朋友 但是神都知道 因为你是人 如果我们是完人 我们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 其实我很不太喜欢用良善这两个字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谁良善 耶稣也不管说他良善 除了那一位神以外 没有一个良善的 如果我们今天是这样的话 就没有耶稣这一段了 神就不会猜 耶稣基督降到世间成为人 这是真的 所以我们虽然有时候在行为当中 言语当中 我们有时候在某些方面 不荣耀神的时候 我们就是跟神祷告说 神来求联名我 其实我们今天有件事 你要从哪里有件事 就是按照神的话语来执行 就是看我们的圣经 我们今天很好在当今这个世代里面有网路 我们可以看YouTube 可以看TV 我们可以什么 有圣经软体装在我们手机里面 其实我们要善用我们的契机 来保持跟神的关系 好最后 启示录最后一张 我们来 我们一起来 所以这节圣经里面就跟我们所讲的 能够相对应 就是说 神告诉我们 祂是起先 祂也是最后末后的 祂要将祂的生命的水 白白赐给水 你跟我 因为为什么 我们来到神面前说 神来我接受你 我们是一个干壳的人 神愿意把祂的什么 生命全员的水赐给我们喝 然后呢 他讲 得胜的 我们要承受 神所赐的残验 祂要做我的神 我要做祂的孩子 我相信 圣经的话 也是一句都不肉口 主啊 我们谢谢祢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里面 我们利用网络上 来敬拜赞美祢 主啊 请祢来健库 医治我们的病痛 我们所有的 神祢都眷顾 因为我们是祢的孩子 祢要做我的神 做我的父 主啊 请祢来怜悯 我们的软弱 祢来祝福教会 所有事情 愿今天所讲的 能够荣耀神 祢的名 也让弟兄姐妹们 听了以后 能够带领更多的人 让他们每个人 都有使命感 因为我们知道 人在世上 有祸害 有病痛 有征战 但是 但是 祝我们知道 当我们紧紧抓住 祢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不怕 因为 祢已经战胜了 邪恶的捆绑 主啊 我们谢谢祢 我们也成为祢的 而祢是何等的 有福 求主 祢祝福每一个 弟兄姐妹们 他们的健康 他们的身体 他们的家庭 所有的都能够 因为有着神的照顾 得到平安喜乐 感谢祢 赞美祢 祝福所有的时间 祷告奉耶稣 祢的名祈求 阿们